顺颖沙虽败犹勇而沉默 他转换到了上东路人队 虽然说三比一次击败了深圳大学 但是在过后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谈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并且点一下收藏推荐 阿信重点跟大家谈 顺颖沙他代表着深圳大学 那么面对着上东路人战队 最终大比分是一比三输掉了 虽然说顺颖沙所带领的战队输掉了比拼 但是顺颖沙他的实力再次得到了验证 毕竟顺颖沙他在面对陈信桐的单打比赛当中 他是直接打出了三比一的大比分 直接击败了陈信桐获得了关键的一分 同时他是帮助深圳大学 是把比分帮成了一比一平手的 因为另外的三局比赛都是队友输掉了 首先移上来第一局 那么在双打的比赛当中 顺颖沙他的队友固意停张兵月 是输给了陈梦跟王曼玉的搭档的 而另外到了第二局 莎莎虽然说把比分帮成了一比一 但是第三跟第四局都被王曼玉 以及陈信桐给三比零击败了他的队友 所以说顺颖沙真的独目难知 他一个人基本上去挑战我们国拼队伍的主力选手 所以说顺颖沙他凭借自身的实力 要去冲击陈梦王曼玉跟陈信桐的人 真的打不了 直到如今我们值得肯定的是 顺颖虽然说他所在的深圳大学 输给了三东楼人战队 但是顺颖虽败有勇 因为顺颖他出战的当打比赛当中没有输 而且是打出了三比一的比分的 当顺颖面对陈信桐的比赛 他能够大比分去击败陈信桐 足以验证了 目前的陈信桐还不是顺颖的对手 而且顺颖目前也就是作为国拼度当中的佼佼者 也就是排名前三位的主力选手 过去在WTT比赛当中也一直当打决赛 那么顺颖同样是击败了陈信桐 获得了第一届WTT比赛的冠军 直到如今顺颖他在拼超联赛当中 面对陈信桐依旧能够打出三比一的比拼 也就是最终击败了陈信桐 拿到了关键的一分 这也说明了 其实顺颖他的球队诉求 然而他的总体实力依旧非常平稳 而且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目前的陈信桐还真的打不过顺颖 所以说如今来看 那么顺颖他是帮助了球队拿到了关键的一分 同时也验证了杀杀他的实力依旧是很强 接着我们再来对比起陈梦的这边 他反而赢求了却有着一定正义 为什么陈梦赢求了过后还受到了一定质疑呢 而顺颖的这边虽然说输求了 但是证明了他的实力 因为陈梦他本次是从深圳大学 然后转换到了山东鲁能俱乐部了 直到如今大家可以了解 过去陈梦他在东京比赛中获得当党冠军之后 他对外表示道 我的时代到来了 那么陈梦如今他做出来的球队转换 看起来却不太像他敢于去面对国兵的核心主力 敢于直面挑战 其中就包括了陈梦 直到如今 其实国兵第五有两名选手比较克制陈梦的 分别是王曼玉跟陈信彤 然而王曼玉跟陈信彤现在是在山东鲁能队 而陈梦他则是脱离了深圳大学 然后加入到了王曼玉陈信彤所在的山东鲁能战队 所以说陈梦他的克星都跟陈梦同一个队 基本上找不到谁可以去击败陈梦了 那么陈梦他这一次选择离开了顺杀 然后去到山东鲁能队 虽然说陈梦他在双打的比赛当中 搭档上王曼玉成功击败了深圳大学的双打的这一边 虽然说陈梦所在的战队取胜了 但是在过后却被不少穷迷纷纷议论到 陈梦不敢去直面包括王曼玉陈信彤等人 他不敢留在深圳大学跟莎莎一起去对抗王曼玉 以及前天一陈信彤所在的山东鲁能队 反而是直接选择了敌队交入到了王曼玉的这一边 所以对于陈梦他的这个做法 其实虽然说所在的战队赢求了 但是还真的说不上陈梦他敢于去直面他最难打的对手 敢于跟莎莎一起走到底 而是选择了离开球队去到山东轮人这一边 虽然说陈梦他确实赢求了 但是确实也说明不了什么 毕竟王曼玉陈信彤以及陈梦都同一个战队了 那么赢求才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反而对比起来顺杀的这一边虽败有用 毕竟他帮助了球队达到了关键的一分 那么大家对于顺杀和陈梦到底是怎么看的 欢迎救出你的电评 也欢迎大家连关注并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再见